也跟着曝光了 像是台北市是拿到了2.2万剂 重灾区新北就只有1.8万剂 但是确诊人数很少 又不设快筛站的高雄 却有2.1万剂 这是全台湾第二高的借量 消息一出不但网友怒轰 高雄凭什么拿得比新北还要多呢 现在蓝营的议员也怒轰了 这分配疫苗都得要看颜色 票投民进党才有疫苗 可以打吗 41万剂的AZ疫苗 27号开始配送第一阶段15万剂 给重灾区双北市第一类 到第三类人员施打 其余县市以还没接种疫苗的 第一类医护人员为主 但现在第一批疫苗的分配数量 意外在网路曝光 还获得了指挥中心的证实 最多就是台北22,200 新北18,000 桃园18,000 高雄21,000 疫苗配给数量惹出争议 台北新北确诊数 可以说是全台最高 但疫苗分配渐了 台北最多22,000剂 确诊个案最多的新北 却只有一万八千剂 和只有两百多人 确诊的桃园一样 但最离谱的是 高雄病例数不多 却拿了多达两万一千剂的疫苗 是全台数量拿第二高的地方 高雄的疫苗量 竟然比重灾区的新北市还要多 双北以外的 是用未施住第一类人员数的六成 来去估 一户人员将近大概有四万 是由中央来做统一的 在疫情的一个不同等级 还有需要防热量 他们做统一的一个分配 言下之意就是高雄的层级 比新北还要高 这让网友看不下去纷纷怒吼 高雄桃园果然是轻生的 不准南投去买 结果却只给一千八百剂可怜 高雄凭什么拿比新北多 高雄没几例却拿两万多剂 合理吗 高雄是成奇吗 还是暖男是自己人吗 那民进党现在很明显的 就连分配疫苗都要看颜色 告诉老百姓 票投民进党才有疫苗打 投给双北市活该没有疫苗打 那民进党这样的执政党 还能够值得人民信赖吗 不是绿营执政的县市 想要拿足量的疫苗都很困难 也让民众质疑 难道人命还得看蓝绿 来做区分吗 记得继续报道